你好 我是Alex阿里 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来聊一下Polygon这个项目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Matic或者是我们枪为马蹄链 那甚至呢都使用过 但是呢 关于Polygon的发展历史 以及目前他刚刚更新的这个Polygon ZKEVM 这个零知识证明好像不太熟悉 那甚至有人误认为呢 Polygon只是以太坊的一个侧链 那2021年Matic代币呢 它暴涨了500倍 那如果说你对Polygon的理解呢 没有与时俱进的话 那极有可能会错过下次牛市的机会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呢 就以这个Polygon的发展为主线 聊一下这个项目 它到底具有什么样子的魔力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也会给出我自己对Polygon Matic代币呢 在下轮牛市的一个价格的预判 好 我是Alex阿里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呢 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那视频的主要讲解 币圈的基本面分析 和一些大事件 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 那另外呢 我在电报呢 也有一个会员群 那我的目标呢 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 在下个牛市周期 赚购这辈子足够的资金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 缓冲群的链接 找到我咨询进群的方式 好 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呢 Powling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叫做Matic Network 是有途中这三个印度人 在2017年联合创立的 那最开始的时候的设想呢 就是做一个以太坊的 这个Layer 1的测量 并没有想太多 它只是说想分担以太坊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看到Matic Network 它具有自己的这种 节点的验证器 具有自己的这个共识的极致 但是呢 它并不是这个Layer 2 那Matic Network最开始的时候的起步 它并没有能够引起大资本的关注 甚至早期呢 都是非常依赖币安交易所 那2019年的4月份 他们在这个币安交易所公开ICO 当时的价格呢 是每个Matic代币呢 是0.0026 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 那一波人去打新的人 至少是赚了1000倍了 这也是这个币安历史上 它做的最好的这种ICO 这个数据是目前来看 依然是历史之对 那当时这个Matic Network使用的技术呢 那在目前呢 是仍然是被使用的 那也就是被称作Polygon POS的技术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是个与以太坊并行的测链 是一个Layer 1 采用的Layer 1的技术 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 这个Polygon POS的速度呢 还是非常快的 最开始的时候 它设想的这个理论的速度 是每秒处理7500笔的交易 而当时以太坊的主链呢 只能处理每秒15笔的交易 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那目前这个Polygon POS 它的速度更快了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每秒可以处理65000笔的这个交易 那交易费用呢 更低啊 是1美分 但是呢 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需要每一次都要等待 1到2分钟 才能在链上看到这笔交易 那跟Arbitrum的这个2秒 就看到这种交易是差了很多 但是别忘了 这个Polygon POS是2019年的技术 已经过去了4年了 那2021年Matic Network 它改名成了这个Polygon 那这个也不仅仅只是改名字 也同时发生的 还有这个技术的更新 从Layer1到Layer2 那改名之后 Matic代币 那依然是Matic 那我们看到这个币价翻了 将近100倍 那这个时候Polygon 这个升级之后 它采用了这个Plasma Chain 那是以太坊的第二层的网络 是实实在在的Layer2了 它既这个Plasma的实现 从本质上来讲呢 这Plasma是一个构建可扩展的 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一个Dapp的一个框架 那Plasma允许使用者 将交易从组链转移到子链 从而实现速度和廉价的交易 那Plasma的一个缺点呢 也是这个从第二层网络中 提取资金需要 等很长的等待时间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是它的一个通病 那Polygon POS Chain 是一个未经许可的一个测量 它是与以太坊并行运行 那该链呢 具有自身的验证节点的 权益证明和共识机制来保护 尽管这个POS Chain 它有自己的共识机制 但是验证节点 Staking和检查点方面 它还是非常依赖于 这个以太坊的安全性 所以说这个POS Chain 与以太坊的虚拟机EVM兼容 那它允许那些基于 以太坊的项目 毫不费力的迁移到 这个智能合约 那2023年的3月27号 Polygon上线了Polygon ZK EVM 那这是目前的第一个 完全支持以太坊EVM虚拟机的 Roll-Up Layer 2的解决方案 那ZK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零知识证明的缩写 那ZK Roll-Up 一直被认为呢 是以太坊扩展的 终极的解决方案 那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来自于微神 那Polygon ZK呢 它允许任何项目 从以太坊主链 无缝的迁移到Polygon链上 那这个技术目前来看 是比Arbitrum的 这个Optimistic Roll-Up的技术 是更加的安全 那这是因为ZK Roll-Up 需要每一笔交易 都要进行加密验证 那并且呢 要与以太坊同步 而Optimistic Roll-Up 都非常依赖于用户的自觉性 那假设大家都不作弊 都不这个作恶 然后呢 打包发送数据 那所以说在速度上 Optimistic的这个Roll-Up 更快 那从Lear 1的Polygon POS 称到Polygon的ZKEVM 那中间肯定也是凝聚了 研发人员的心血 它并不是一下子 就能升级完成的 所以说我们从时间上来看 这个跨度呢 也是经历了4年之多 2023年ZKEVM升级之后 Polygon官网上 之前很多的这种解决方案 都消失了 那只显示了Polygon POS Polygon ZK 以及Polygon Made in 那Polygon Made in 目前还没有能够上线 那根据官网的资料显示 那这是一个ZK优化的Roll-Up 它优先考虑ZK友好性 而不是EVM的兼容性 它使用了一种 新颖的状态模型 来充分利用 ZK中心化的设计的能力 那这个设计决策 使开发者能够创建 在基于账户的系统上 难以实现 和不切实际的应用 那Polygon Made in 新的范例 就是客户端的证明 Made in VM 针对这个Stark 证明进行了优化 而不是EVM等效性 那这个技术 还是有一点复杂的 目前因为还没有 进行实际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 讲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的费劲的 那我们现在看不到 实际的这个范例 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 先说到这 那目前这个Polygon链上的数据 也是非常好看的 Defalama上面 总锁仓量 目前的是9.9亿美元 那排名第五 金次亿arbitrum 那这个锁仓量 它也只是看生态好不好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通过新闻还可以看到 GRT宣布将他们的所有的功能 部署到这个Polygon 那Meta Instagram Reddick 也宣布在Polygon上面 部署自己的这个AFT 那除了这种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Web 3.0的公司 在用这个Polygon 那传统的公司 比如这个迪斯尼 星巴克 口可乐 以及耐克 他们都选择在Polygon上面 发行自己的AFT 这一点是其他的功能 没有办法比的 其实也是得益 Polygon的巨大的优势 也就是我们前面 其他的交易手续费 巨便宜 那在NFT最大的交易所 OpenSea上面 Polygon链上发行的 NFT的总的交易量 它已经超过了 以太坊主链上发行的总量了 这个也是站在 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作为使用者 或者是交易者来说 哪个链便宜 我就要用哪一个 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Polygon目前给以太坊 提供的解决方案 在官网上显示有三个 Polygon POS Polygon ZKEVM 以及Polygon Made 所以我们说 Polygon是以太坊的策链 或者是简单的说 它只是一个 Layer 2的解决方案 都是不全面的理解 那Polygon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多个 以太坊的解决方案 既有策链 它也有Layer 2 对吧 那从2017年到2023年 这6年的时间 Polygon一直是 追求技术的这种迭代的进步 那这个项目研发条件的努力 同样也是得到了 整个行业的认可 那与只会拉高币价的 这种什么AIDA SELOTA对比 Polygon实属这种尖子生 而且具有很大的潜力 那我们从Matic代币 总量100亿个来看 那目前总市值是80多亿 排名呢 这个是第9 那根据Polygon的发展势头来看 那下轮牛市 几近前五呢 我认为呢 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假设 下一轮牛市顶峰的时候 这个以太坊的总市值呢 达到了1万亿 也就是说 每个以太坊的价格呢 在1万U的时候 那Polygon我认为呢 应该会到5000亿啊 那么对于每个代币的价格 就是大约是在50U 那我决定的这个预测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后面的这个 熊市的尾部 还是要继续观察 Arbitrum Optimism 以及这个ZK-Sync的巨大的竞争 那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你目前还在寻找什么 10倍币啊 百倍币等等等等 你不妨考虑一下 这种Polygon的代币啊 叫Matic 那我们相信很多朋友 在熊市中也听到各种各样 加密货币骗局的案例 那我前面也是专门出了一期视频去讲啊 那这里面其实要分辨一个项目型物型 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还是要看应用啊 落地的应用 那我们举例的 那以太坊智能合约出来之后 这个应用呢 遍地开花 所以我们说以太坊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 那与此同时呢 也更加增强了比特币的价值 那虽然比特币链上呢 并没有什么生态应用 也不适合去做这种生态的应用 但是作为加密货币的始祖 比特币的江湖地位啊 确实是不可撼动啊 如果你说其他的公链有价值呢 最简单的也是要去看它的应用 那看应用要从多个角度 不同的侧面去看啊 那不要只看他们自己的官网的宣传 比如我前两天提到的这种爱达币啊 嫖娼币 那自己他们自己的官网 说自己有3000多个应用 那实际上我们去看得发拉玛的数据 它只有十几个啊 其中的大部分还是自己在自己的链上发行的 那这种自欺欺人的公链 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去分辨 那与此同时这个Selona屡屡的当机死机的这种公链啊 所以说在下轮游市有可能 极大的可能性会下沉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Polygon的这个Layer 2的这个话题啊 那Polygon目前几乎是找不到大的缺点啊 那小的缺点肯定是有啊 那正好这个Matic币价这么便宜 泡沫呢我认为是被挤的差不多了 那目前我认为啊 个人观点啊是建仓的一个好的时机 那目前是这个0.8不到0.9的样子 那如果说达到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50U啊 那也有几十倍的这个收益了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啊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一起发财 Peace Peace